狂彩梅变远石坑,内蒙20年画变芳芒 整群牛羊,整对骆驼,还有丹定壳,还以为是真? 等待才知道原来是石膏将来的 以上这些就是内蒙科尔森大草原所谓的景点 内蒙科尔森草原,和比伦号称世界三大草原之一的 呼伦贝尔大草原,过去20年 由本身的草木经济摇身一变,成为中国的经济大省 为什么?都是全靠这些 事关地下含有丰富的煤炭,有超过1000亿吨 是东北三省煤炭的6倍 煤层有钱,基本上只要铲开草皮1-2米,就见到煤了 偏地黄金,自然引来企业略夺色的开彩 最后就变成这样 数以千劫的环石坑,十足月球表面一样 不过过度的开彩换来沉重的代价 有环保组织预期,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不够20年 奈蒙这个占中国9分1面积的地方,将会全面荒木化 到时不止会加剧北方沙尘布的形成,吞逝北京等等的大城市 风沙还会席卷华东和华南地区,造成不可收拾的生态灾难 中文长 中文独 Zusammen 感谢观看